张一谋新片《悬崖之上》在北京只办了首映礼 全体主创到场支持并介绍了各自对本片的感受 张一谋发掘的新一届谋女郎刘浩存称 她在拍戏时曾泪洒片场 因为有一场在火墙面前的戏 耳朵和后闹烧随时可能点着的风险 第二演这场危险戏并非刘浩存 而是导演张一谋 最终她坚持演完了这场戏 这让刘浩存大为感动 朱亚文介绍了她在片中最难忘的台词 就是那句走啊 她认为这句台词生动的诠释了 什么叫最后的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秦海璐称自己拿到剧本后 发现大多数台词都是内心戏 她问导演是不是这次要用五脏六夫来表演 张导说没错特工就是这样 张一跟裕和伟在片中是一对 有着非常深厚情侣的革命战友 但裕和伟却表示自己打一幕经验不足 却意外地得到了张导的肯定 张导介绍了最近曝光的周深演唱的本土主题曲 他说本来一开始电影没有打算加片尾曲 但有天制片人送来周深的歌让他听后 他觉得词曲都很好 而且周深唱的确实不错 非常契合影片英雄牺牲的主题 这次出演片中反派的尼大红 他在现场感谢了每位英雄被本片的付出 选业之上的超前点应活动已经举办了两轮 关于本片的短评已经开始出现在了网上 广大影迷对影片的剧情 镜头表演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尤其是几位演员之间的对手戏 绝对称得上是戏骨骑对决 预计影片正式上映后 起始评分应该能冲上8分平台